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电播网 我是主播林方暖 新闻开始等你国安心的是 台中四方电八火烧车事故鉴定出炉 确认是离电池过度放电造成 而随电动车越来越普及 消防局也引进了快速抢救水袋 快速将电动车底盘电池静置并降温 不仅缩短抢救时间 也能够防止载燃二次火烧车的意外 火光染红夜空10月四方客运 招银行扣押的电动公车突然大火 经火雕财政分析近日鉴定结果出炉 确定是离电池过度放电量成火警 离电池的部分当然是依照 那个使用手册的部分做那个使用 那至于在充电的时候 那就是说不要过冲或过放 如果有膨胀或是有一些变形的部分 那也是就不要使用 而随着电动车逐渐普及 时而发生相关火灾事件 台中市消防局抢先引进电动车 快速抢救水袋 用简易顶层器材将整台车顶上来 并放置好水袋 扣上扣环将车底部包覆起来 开启开关宛如充气泳池减少水流失 而这水袋有效将车底盘电池浸泡并降温 后续便可以遭游脱掉业者调离 有效缩短抢救时间 最早的那个电动车的部分 它是说需要很大的水量 一般的现场的话 是没有这个水源部分是比较缺乏 然后再来也没办法做一个静置的动作 那现在这个的话 就是可以快速的把车子整个包覆起来 电动车火灾成了消防人员的新挑战 市府除了设置防火毯 快速抢救水袋外 还有底盘苗字安全紧急插头等 减少意外发生 10月墙台康瑞肆虐 造成了新竹县尖水乡司马库斯 2号桥被大水冲毁 联络道路中断 游客无法上山 农产品也运不下山 部落已经损失超过400万 经过一个多月抢修 宣布将在12月21号起开放通行 大片土石滑落 工人拉绳索垂钓 忙着扑射网子 10月墙台康瑞亲席监使 司马库斯 联络道路中断 禁止游客上山 现在宣布好消息 12月21号就要开放 上次的台风之后 到目前他们都没有收入了 所以会影响到他们民生的 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跟工所 跟我们监石乡的 那个议员 刘建民议员 还有先政府来反映 是不是可以评估在安全 无意之下 可以先开放来做 让游客可以进出 那经过我们三方的一个讨论之后 目前建石乡公所的 抢修了一个工程 目前预计在12月的20号之前 可以把它达到一个 可以评估可以稳定安全通行 台风肆虐后 司马库斯联络到 有7处陆基流失 边坡崩塌等灾害 尤其2号桥被大水冲毁 变道先行抢通 但观光客无法上山 农产品也运不下山 部落估计已经损失400多万 经过一个多月的抢修 加强陆基 古坡 喷江等 县府 乡公所和司马库斯部落决议 12月20号前 维持禁止车辆通行 12月21号起到1月24号开放通行 为了维护游客安全 晚上6点后就不能上山 12月21号以后 我们就开放让游客 访客也可以进到 司马库斯的部落里面 来探访观光乐业景点 下午6点过后 因为已经太阳下山 所以能见度不佳的部分 就是原则上还是公告进行 另外就是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到1月25号开始 到2月8号即将开始的 櫻花季的部分 后续的一个整个管制作为 我们会再跟部落来讨论 部落齐老预估櫻花季有机会提早 1月25号春节和櫻花季期间 焦虑处将再评估管制措施 届时公告 让游客都能安全上山 尽信上音 日前台中雾风干西桥上发生一起车祸意外 造成两人受伤 而这一起事故噪音疑似该路段中间 助立了921地震圆区石碑 因此明代邀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预计明年初将石碑移除 还给用路人一条安全的路 雾风干西桥上一辆轿车 突然打偏往路边一家四口冲去 所幸母亲及时将银儿车推离 但仍造成两名大人受伤 而这起事故也让人发现 该路段并没有人行到 这个路口 因为前阵子发生了一场车祸 最主要就是说 可看见在一个桥过来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把马线的 很奇怪 这四个路口就这里没有 为了什么 就是因为了一个921地震圆区的标志 而造成像用路人 现在如果不管是推轮椅 还是推婴儿车的 都一定要闪过这个 要走到路上面才可以进来 超过两米高的921地震圆区石碑 就立在路口中央 推着婴儿车的家长 想要穿越就得往外走到马路上 而旁边就是呼啸而过的车辆 显向还生 因此明代与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预计明年初将石碑移除 并施作行人穿越道及庇护岛 保障通行安全 921地震圆区同意 我们把他们的入口一项拆除 那我们预计就是把入口一项拆除之后 那做出一个庇护岛跟 斑马线还有人行通行的空间 那预计我们明年初 就会派工进去改善 改善通行环境 降低车祸风险 避免意外 以再上演将安全还给用路人 落实学区行人安全 交通局在台中一中校门口 设置了标线人行道 但是仍有不少违规车辆占用 因此又增设了导杆 彻底将行人与车道分隔开来 民众摊商都大赞安全加分 希望能够继续推广 扩大到更多学区 为了行人安全交通局在一中商圈 划设了标线人行道 还加装了刀杆辅助 至于对民众有没有帮助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以前这边没有设这个的时候 就蛮危险的 就是很多同学 就是跟车子在抢道 现在设了之后 这个就方便很多 这个怎么突然变这样子 因为之前都有机车直接插进去后面 方便那边 对我们就可能要走到路上这样子 对我这样装起来应该不错 我觉得这样子增加一个通学的安全性 对学生来讲是一个保障很好 我希望台中市能够对于所有的校园的 附近周到区都能够做这些安全的 保护学生的措施 绿色标线黄色导感 这就设在台中一中的校门口 将行人预测到分隔开来 学生们上下课不必再预测征道 民众大赞安全加分 交通局表示一开始其实只有划设标线 但因为仍有不少微停车辆占用人行道 才在增加导感辅助 而弹商们也认为对交通有所帮助 当然是对行人来讲是比较安全 让大家在走的时候 平常在行走在道路上都有个安全感 行人们走在标线内更安全 地方希望能够继续推广到其他学区 打造更友善的拥入环境 台中人口不断增加 果菜批发交易量也跟着攀升 每天至少250辆大货车进出 停车空间不足 甚至外溢到周边道路 需要协调警方开放环中路零停 因此明代争取租借农水利署用地 新港尾段1200平作为停车场 2000多平的停车场一早就满满满 台中果菜批发市场 停车空间不足 在尖峰时段 车辆只能停放在市场外围 我们有跟加农局在环中路的部分 有临时停车2点到6点 6点以后他们就来开单 所以我们的货车来这边 辛辛苦苦来 然后那个警察一开单 他今天的费用就全部没有了 离山金瓜一箱一箱堆叠 还有柠檬碰干等当季水果 台中果菜市场是中部地区 最大的农产品批发中心 交易量跟着人口一样节节攀升 去年交易金额达72亿元 今年上看80亿元 每天至少有250辆大货车进出 尤其凌晨2点到6点时段 两个停车场都以为难求 只好协调警方开放环中路临厅 导致周边交通大乱 立委杨琼英接获澄清 积极争取向农天水利署 租借新港尾段 1200平土地作为停车场 有望在明年农孽年前开放使用 我们今年绝对会超过 大概80亿以上的营业额 所以面临到一个重大的困难 就是停车场不够 而且同时段 所以非常的拥挤 那会影响到周边的交通网 农水署愿意 以公益服务的方式 来计算这个价格 国家运用是服务更多的市民 服务更多的农渔民 那中间的这样的一些利润 那么也可以分给我们农水署 那我们农水署又可以再拿这个经费 去做更多的农田水利建设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这处停车空间不仅活化土地 还能有效缓解中青路 缓中路等主要干道的交通压力 达到市场居民与政府三方共赢 你订过只差确认吗 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 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 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 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 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 另外大货车驾驶人 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 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 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三步骤吗 我记得哦 趴下 掩护 稳住 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 这时要带着避难包 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 说到避难 全民防灾一点通 或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索及导印 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 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 苗栗县三弯消防分队听设场地狭小 消防设备车辆常要借用临近空地停放 苗栗县政府争取中央前瞻计划补助八千万 将在明年启动听设打除原地重建工程 也完成当前全线老旧消防听设改建最会快拼图 在三弯五谷公庙旁的消防分队 现有听设在民国七十五年新建 随着人员和设备不断增加 现有听设狭小 消防车辆都放不下 还得借用周边空地停放 四十年前我们的人员大概只有配置三名左右 那历经这么多年来 我们现在目前的人员配置已经达到十四位 甚至到十五位 那这个空间上使用是包含车子的停放 我们的人员的背景及训练的空间都非常的不够用 不仅空间小小不复使用 内部建筑安全也堪忧 五年前曾进行过耐震补墙工程 但是近年来地震频繁 修补之后的墙面再度出现裂缝 考量到整体安全 苗栗县政府积极争取中央前瞻计划补助 启动三万消防分队原地重建工程 不仅用线的预算之外 我们也大力的跟中央争取预算 里面只有两层楼而已 所以两层楼里面要容量十四个人上班 相当的狭窄 那所以 所以我们不得不重建 那重建后我们是规划 大概有三百坪以上的使用空间 让同仁比较至少有一个 至少办公生活比较有一个 比较适合居住一个环境 使用近四十年的三万消防分队 预计一百一十四年拆除 原地重建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的办公厅设 完成之后 一楼是值班台和车库 二楼以上是办公区和会议室 及宿舍区等 供期预计一年 施工期间会先租用 三万市区的民宅来执行 而三万消防分队重建定案 也完成了当前 全县老旧消防厅设 改建的最后一块拼图 逆水抢救分秒必争 新竹县议员彭于美龄 携手爱心企业客满足 共同卷赠充气式救生衣吊带 和全罩式面镜 给消防局第二大队 轻便好救援 配有钢瓶 一拉绳就能够充气 为水域救援增添力气 水面上有人挥舞双手 载夫载成 消防队随即出动 水上救援 救生衣功不可没 新议员彭于美龄 携手客满足公司 捐助充气式救生衣吊带 和全罩式面镜 给消防局第二大队 当初是因为 我们战人真先生 到那个消防 他们在训练的产地 看到他们的设备 就是比较有一点 没有那么安全 这个装备 跟我们平常钓鱼 海钓的设备很像 但是他这个设备更好 然后因为他这个第一 他不会卡到整个 我们就平常的活动 然后而且第二个 他们这个设备 是达到就是国外认证的 符合那种人身安全 水下救援分秒必争 只要溺水超过一分钟 就会失去意识 消防局每年加强抢救训练 但使用绳索在人体上捆绑救援 不但耗时安全性相对较低 曾担任一销的张仁震 就每和企业 共同捐赠12件冲气式救生衣吊带 由钢瓶一拉绳就能充气 勾还还能用于直升机 吊挂救援 以及两副全罩式面镜 市价近20万 充气室的救生衣是我们潜水人员 在工作上的可以提升 我们的另外一层的保障 如果有发生事故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拉出来救援 那全面灶的使用 可以在克服我们在水域救援中的 比较污染的环境 或是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可以提升我们救援人员的 另外一个的安全性跟舒适性 避免受到这些相关的污染 三大队各分配两件 冲气式救生衣吊带 不仅轻便也方便救援行动 民间爱心提升装备安全品质 为第一线注入抢救量能 苗栗县头份斗换瓶营区 是全国新兵训练中心的基地 但是营区对外道路 却一直被视为产业道路没有路名 民众抱怨路难找 护政机关今年终于命名 获得地方共识取名群鹰路 期许保驾卫国的国军建议们 都是全国精英 从头份市斗换里中正二路 转路斗换瓶营区 过去只有营区迷 最近下方新装上了群鹰路 的陆名标示牌 营区对外道路 总算有了专属的陆名 押到孙佛的 我就沉迷的 其实都算个算命 看个地图 看不到 押到一旁就好 所以都附贞 经验附贞支援手 就提起来 使他已经过去 我来命名 想说我们很多的年轻人 刚当兵的这些小朋友 他们来到抖换营区 来到抖换营区 来受训 保家卫国 就一群精英 全部集中在那边 受训保家卫国 所以叫做群鹰路 头发抖换瓶营区 是国内新兵训练重要基地 广纳来自全国的新兵 但是对外道路 列为产业道路 数十年来都没有路名 新兵入营或是家属探视 要找路都要费一番功夫 地方争取多年 总算将道路正式命名 便利地方发展 这边的乡亲们 一些的通讯的部分 会比较方便 第二个因为营区的部分 其实的用量也非常的大 那包含各地区来 新兵中心的学生 家长们也会比较好找 那有变化道路的部分 针对以后的维护管理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命名群鹰路 鼓励营区官兵弟兄 曾在此路营受训的民众 也勾起过去当兵的回忆 我们都要下一个河杯 河杯带下 以前的沿三条 沿了开始 阿兵过那里 差不多 三十六六八三 就全部 全部拿三条 都要独犯国小 卡松一档 被三萌 那个三萌 我们都会做 做给五百账案 群鹰路就是说 在这边 其实我们的启发点 就是说 不做休想 就要练省地 练后 保家卫国 为了这样提防 就要给我们保护 当然 他把这些路 当然 投资公司 有这个责任 一定要回复 有了战事命名之后 群鹰路也列入 公所的编号道路中 定期养护 期望借此打开 当地发展契机 带动地方繁荣 输简苗栗县 头份市立 殡仪馆交通 地方争取 滨江街拓宽计划 已经通过 都市计划变更 工程及土地 征收费用 大约需要 一亿六千多万元 全岸目前进入 工程设计规划阶段 施工所倾向分成 两段办理 加速道路建设时程 头份市 东西大桥 滨江街路口 人车往来频繁 尤其滨江街 是头份市立殡仪馆 唯一对外道路 现有路宽不足 汇车困难 县府日前通过了 都市计划变更案 将把道路拓宽为10米 规划公司这边 已经帮我们 先做这个 整体的规划 那原则上 我们也跟中央争取 这个工程 跟用地费用的 土地费用的 这个 这个 补助案 滨江街往北 可衔接往市区的 中正路 南与北恒公路相交 衔接台一线 及国道3号 竹南联络道 北恒公路通车之后 更成为市区 前往尖山地区的 重要通道 上下半时段 车流众多 拓宽 迫在眉睫 为了加快 施工时程 施工所 目前规划 分两段作业 南段先行 规划施工 公有土地的部分 先做拨用 那 后续的话 明年可以先把 后半段的部分 来先进行 这个 规划设计 同时做一个 工程发包的动作 那 前半段的部分 因为涉及到 私有土地 比较多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原则上 我们还会进行 所谓的地上物查沽 协议架构 跟 用地征收 以及 这个 法院提存的动作 滨江街 全长径两公里 工程及土地 征收费用 约需1.6亿元 施工所表示 全案已进入 工程设计 规划作业 希望能够在 105年底 完成拓宽 陆幅太小 成为观光发展的瓶颈 桃源市龙兴路 市龙潭 到新竹县 新浦的重要道路 沿途有许多 农村再造的景点 市议员刘盈龙表示 目前平均路宽6米 导致游览车 回车困难 呼吁市府 应该要尽快拖宽 一辆汽车临停 一辆沙士车迎面而来 整个龙兴路 就被吃掉近四分之三 可见路幅有多小 桃源市龙潭区的龙兴路 平均仅有6米宽 但周边又有许多景点 交通难以复核 今天的桃源道路 周边布满着 农村发展的新的生命力 有很多年轻的农民 回来经营他的餐饮 他的池塘 他的水果果园 还有一些DIY体验 另外这一段 也是属于三个国小 通勤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 交通的枢纽 龙兴路就是俗称的桃二林香道 是桃源市龙潭往新竹县 新浦的重要道路 沿途景致清幽 周边有许多农村再造的景点 像是河妖文创园区就在附近 但市议员刘盈龙说 路幅的问题让许多游览车 油气的车辆行驶相当困难 唯独靠龙兴路去做一个串接 其他的部分都是产业道路 那产业道路其实你把它拓宽的话 其实对在地的一些地景风貌 甚至我们讲的这个茶园风貌 这些都会影响 那倒不如就是好好的把龙兴路 去做一个拓宽 让游览车可以进到 这个龙兴路的主要的一些点 公务局表示 目前已经确定将三合国小 前约400米的道路 拓宽至8米宽 其余会在向新竹科学园区 管理局争取经费 希望能够整体提升龙潭的 交通与观光发展 关注好的内容 让生活不再迷惘 善用网路转出精彩人生 租屋看屋时 应注意屋外室热水器 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 如热水器装在室内 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 热水器或电热水器 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 查询合格陈庄业名册 委托陈庄业者进行安装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 使用热水器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 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 避免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停电了怎么办 台风来袭后 常常出现停电 等待复电的焦虑时光 为此台电APP 特别新增了主动通报专区 可以加速复电的时程 还可以知道区域的电力状况 让民众停电时减少焦虑 停电时所有家电都不能使用 民众常常第一时间 就想打电话给市府或台电 但电话大量涌入 造成盲线状态 让大家得不到资讯 反而更焦虑 会成了三个管道 第一个当然是大家常用的1911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台电他们的官网 可以上网到台风的专区 它有个停附电的查询 那可以透过那个系统去做通报 更方便的部分是台电公司 他们建制的台湾电力APP 经发局表示在台风天 接到许多投诉电话 指责电力恢复的速度缓慢 但其实天灾来袭 资讯不明朗时情况都相当混乱 容易拖延维修人员的进度 民众如果能协助将资讯透明化 将会是一大注意 除了这个APP之外 我们跟台电呢 实际上已经有建立了内部的平台 所以任何的抢修 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目前的修复进度 那另外台电可能有需要 市府协助的部分 那就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我们相关的局处 就可以协助抢修的部分 那也可以加速那个 恢复的复电的时间 APP新增的主动通报专区 不但能及时掌握停电 复电的状况 不再需要烦恼电话满线 还可以协助台电人员 更快掌握情形 进行复电处理 让民众在面临灾害时 能更加放心 台湾有超过362亿根香烟 在吸食后被乱丢 不仅影响市容 还会危害环境 为此新北市环保局 提供20个价值超过 千元的柱状烟地桶 让设有停车场的超商 以及餐厅免费申请 街道上水沟盖旁 烟地水处可见 根据环境部统计 台湾每年超过362亿根香烟 在吸食后被丢弃 而在新北市像是便利商店 及餐厅外都是重灾区 其实主要从110年3月起 我们就已经把财阀系数提高 那民众如果随意乱丢 一根烟地的话 那财阀金额已经从1200元 提高到3600元 那此外其实环保 新北市也有编列 监局奖励金可以提供民众去做检举 那我们希望环保局以及民众一起去 一起去把这个烟地减少 想让烟地捕落地环保局事办补助计划 提供价值超过千元的柱状烟地桶 即日起到12月20号让超商餐厅免费申请 不过得符合这项条件 主要是针对我们辖内有自有停车阁的餐厅业者 以及24小时的便利商店 那我们提供烟地桶的补助 那业者来提供申请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环保局同仁去派员去做设置 那设置的话要请业者呢去自行维护 那不得随意拆除 也要自行维护里面 自行去丢弃这些烟地垃圾 目前新北市各区已设置 1747处烟地桶 其中超过90%游离办公处负责设置和维护 仅有114处由商家自行设置及围观 环保局希望督管旗下 从源头减少烟地乱丢行为 每两年办理一次的全国标杆妇女中心 妇孕奖已经迈入了第二届 高雄市妇女馆再次荣获妇孕奖的肯定 成为全台唯一蝉联获奖的县市 妇女馆表示将会持续与民间团体合作 提升女性影响力及性别平等 无论是裴丽单身女性带着家中的狗狗 一起加入治疗犬的行列 还是以经济安全与劳动参与需求发展的 女力市集高雄市妇女馆提供多元的妇女福利服务 在2022年获得第一届赋孕奖后 再次获得肯定成为全台唯一蝉联获奖限市 不会专门强调就是一个妇女而已 那其实相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多元共荣 所以其实我们在强调的就是 在任何的事件上面 其实不应该以性别作为框架 那第二部分就是在可及性的状态之下的话 其实我们有社区巡回的课程 也就是说我们把服务拉到各个区域去 针对在地性的需求去办理相关的课程 让在地的民众不会因为受限到交通的因素 而没有办法能够赔利自己 让自己更有这样的量能 那所以同时我们也在办 组织女性领导人的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女性的领导人 能够出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所以其实我也办了组织经营的活动 那当然我们也有针对团体 像女性个人团体的部分 来做团体上面的赔利 我们也有针对不同族群 像就是单身女性 做一个类似权利的一个服务 让他们藉由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宠物 狗的部分来赔利他们之后 也可以让他们去做一个自愿服务 每两年办理一次的赋云奖 除了肯定县市政府用心破坏 妇女福利业务 并勤勉持续打造 更具永续性与影响力的妇女中心 高雄市妇女馆是社会局自办场馆 是女性权益倡议发生的基地 场馆设女性专属交流空间 并与民间团体跨域合作 持续提升女性影响力及性别平等 公败公民其实它也有另外一个好处 是因为我们公部门 自己本身的资源是多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的运用 我们的公部门的相关的资源 达到了一个所谓的多元性 再来就是可及性的部分 是因为高雄市其实服务员很广 所有的族群跟地方的需求性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很多的管色 跟福利服务都在各个区域推动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运用 我们自己本身的公部门的优势 能够将我们的服务输送到各个区域 妇女馆表示 未来将持续努力 串联地方更多团体及组织 发掘在地需求 让服务能够输送到每个角落 让女性也能够享有均等机会 达到性别的实质平衡 气温直降让独居长辈的生活更加困难 桃圆市平正区83岁的徐爷爷 妻子与女儿过时之后 就只剩一人独居在昏暗的铁皮屋内 在华山基金会与工会协助下 清理腐烂家具 修补漏水屋顶 希望让徐爷爷能够过个好冬 徐爷爷手拿汤圆开心邀请大家入新措 华山基金会 携手桃圆市汽车商业统业工会 走进平正徐爷爷的家送上温暖 那我们就想说 爷爷家里这么多需要清理的 所以就也很感谢 桃圆市汽车商业统业工会 这边理事长这边大力的赞助 就号召很多的同仁 大家一起来帮忙 来完成这一次的任务 那我们也想说 透过这个任务 也希望能够号召更多人 一起来关心我们处兵的这些老人 工作人员从清洁开始 将腐秀损坏的家具一一翻出 83岁的徐爷爷 妻子与女儿过世后 就独居在简陋的铁皮屋内 最开始的时候 甚至过着没有水电的生活 厘头也充斥着灰尘 让人看了相当心疼 除了除旧 这次也准备了床铺 电视生活用品等新家具 要送给徐爷爷 希望给他一个崭新的居住空间 你在这里住几年了 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小时候就在这边出生的是不是 对对对 小时候就在这边出生的嘛 今天这样子 这边巴山还有 那个TCBU汽车工会 这边这么多人来打扫这样子 谢谢 谢谢 华山基金会目前服务超过签名的弱势长辈 还有许多像徐爷爷这样的例子需要帮助 希望能透过民间与公益团体的力量 让这些长辈不再孤单 平安过个好年 年级将近又是到了赠送礼盒的旺季 为了保障宣星障碍朋友的工作权 高雄在地企业已经连续好几年 向喜罕儿基金会采购礼盒赠送给同仁 今年预计采购两千两百盒 期盼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企业一起加入支持庇护工厂的行列 代表常新材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名 在劳工局长江建新的见证下 高雄在地的企业与喜罕儿基金会 共同签署采购合约书 常新材料工业公司在劳工局的引荐下 已经连续好几年 向喜罕儿基金会庇护工厂购买年节礼盒 赠送给同仁 今年预计采购两千两百盒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企业一起加入支持庇护工厂行列 现在的社会的氛团 弱势团体 人家间的钱可能会比较少 当然还是我们特别的推荐 给他们一个有一个工作钱 当然是这个是最重要的 常新材料其实长期注重在社会工业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年节礼盒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的会委会工会的推荐之下 我们长期也跟喜罕儿做合作 然后就由这样子采购年节礼盒的部分 来支持喜罕儿的工作 然后也是不断的就是 饮水食源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取自己社会 用自己社会 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小小的举动来抛账引玉 希望带动更多企业可以投入这样支持这样工作 老公据表示为了保障身心障碍朋友的工作权 高雄市目前设立12家庇护工厂 提供169个庇护性就业机会 又到了年节送礼的旺季 呼吁更多的企业一同加入支持庇护商品 为身心障碍团体挹注暖流 给予机构潜进的动力 在这里也呼吁我们所有的企业能够发挥爱心 让我们这些喜安儿还有身上的朋友 他们的工作机会更多 如果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对于我们的社会 可能我们要付出更多的社会的一个财力 这对于政府来讲也是一个帮忙 我们希望说呼吁各企业能够协助 认证ISO22000跟HACCP双认证 我们都是在设厂就同时拘禁型就拿到 它有很多的一个风险的节点 跟有一些的食材的管理跟制作包装 它都有一个严格的规范 那我们也是希望不要让社会大众觉得 我们身心障碍的团体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刺激的 我们的产品是可以跟一般的企业相比拟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将就食安的这个同时 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然后买的也放心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坚果塔还是南枣核桃糕 牛嘎糖 甚至是手工饼干 内容物丰富又多元 常新材料这次采购的年节礼盒 是采用知名插画家吉米的画作所精心设计 融合了温馨和艺术感 让收到礼盒的人都能够感受到 节庆的喜悦和温暖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 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 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 避免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 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 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 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 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 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 另外大货车驾驶人 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 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 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专注好的内容 让生活不再迷惘 善用网路转出精彩人生 活化农村永续经营 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福岛新竹县厄梅乡十二寮社区 打造时光村品牌形象 推出左手乡月桃等纯路 也做创意手工造草边艺术等 更培育在地职人 让游客能够深度低碳绿色旅游 一整排商品展示 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福岛俄眉十二寮社区观光 推动绿色低碳旅游 农村体验和人文艺术 举行成果发表 这个福岛案就是要让大家 用最健康的食材 最健康的产品 那经过很优化的一个生产过程 让游客来更进一步的体验 来推动我们的绿色旅游跟永续观光 在地的青龙 研发了很多的产品 那包括他们怎样去做品牌打造 产品优化跟行销通路等等 去年打造时光村 推出永续生态品牌形象 从产品研发着手 有左手箱 月桃和午夜松等纯路产品 已经通过SGS检验 正式在其他通路上架 还有创意手工造 民俗植物生活运用 空间美化设计 草变艺术等五个单元 今年更着重在职人培训和工艺传承 让在第七年和业者能长期经营 打造专属十二寮的品牌形象 故事行销带动消费者认同 应该这样讲 去年我们的培训大概将近二十位 那我们今年来讲 限缩落在十五位 然后筛选到最后大概是十位 他就是比较能够熟练的 包括我们像是我内人 他现在全职投入在这个地方 他也算是一个助教 老师在教的过程中 他就当助教 那我们的小孩子就假日来帮忙 所以全体总动员 因为这个东西值得让我们投入 因为他以长期性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模式 也可以带动产业 今年也加入策略合作 深化农村体验 让到来的游客能更深入了解 在地产业人文和历史 朝向减碳生产 绿色旅游的永续经营 桃园打卡亮点再加一 桃园市中立区福德里 携手少年陪力发展中心 将活动中心以及周边公园的矮墙 路灯进行彩绘 以象征劳工精神的梅花为主题 集结30多名青年与长辈参与 共同创造社区的美好记忆 志工们手持画笔勾勒草图 分工合作为灰色外墙 打造新生命 台湾市中立区的福德里 洗手少年陪力发展中心 将活动中心及周边的绿地空间 用彩绘美化 希望把福德里变成一个 像一个梅花图屯的世界 另外一点就是让它感觉起来 你进了福德里就会觉得有温度 还有就是有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时候走进福德里 什么时候走出福德里 你不必看哪里 看路灯杆变电箱 就知道我们福德里的范围有多大 绘画主题以梅花为主 不仅是社区居民坚韧精神的象征 更是代代传承的希望与祝福 凝聚彼此感情外 就连其他地区的居民 看了也热情响应 因为我经常从福德里这边 看他们非常有活力 做事情很认真 跟着里展过来做彩绘活动 然后就里展的概念就是艺术造理 然后我们就跟着里展一起把这个福德里做好 三里市民活动中心二楼是内立图书馆 周边还有公园绿地 是在地相当重要的休憩空间 这次有陪力中心的少年们参与 也藉由深入社区以画笔探索职业兴趣 那我们的少年大概是约末是15到20岁左右 那这些少年其实他们刚来的时候都没有画画的经验 那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壁画活动 然后他们在里展的代理下 那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老师 不过我们更重要的是去陪伴少年在这个画画的过程 让他们可以去发展自己的兴趣 王敬华里展表示 整体彩绘预计会在过年前完成 未来会结合更多公共空间进行创意活化 让民众感受福德里深厚的艺术传承 新北市永和区大兴里101年开办共餐 参加的人只需要提供一到两道菜 就可以品尝到将近50道的料理 还可以借着共餐彼此交流感情 而这一项传统直到现在还是没变 每到共餐时间都充满欢笑声 乡村炒饭 三鲜炒米粉 还有糖醋鱼 各是佳肴摆满桌子 乍看以为来到了自助餐厅 但其实今天是新北市永和区大兴里的共餐日 每一道都是李明的拿手料理 淡沙拉 里面有那个蛋黄 还有小黄瓜 还有那个枸杞 还有玉米 还有红萝卜 然后弄那个沙拉 还有那个黄末酱去弄 三杯小卷 那个小卷就是把它洗一起沙一沙 然后先用那个盐巴那些给它浸泡一下 浸泡好了 然后再用大火去把它炒 然后那些葱姜蒜那些再放下去 平常就有这个料理的这个食材 没有啦 只是说好玩啦 退休没事 煎煮炒炸 一桌好料 想吃什么应有尽有 吃多吃少也随意不用客气 就连饭后的甜品也能够马上满足 因为其实也有来参与过几次 就是里长他们也都很用心的请 我自己也想要参与进去 所以我自己就跟家人准备了一道料理 这样是我们这个白木耳的红枣汤 那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做 然后就是过来分享给李明 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勇和大兴里101年开始举办共餐 就鼓励参加的人 每人提供一至两道的菜来共襄盛举 没想到受到大家的认同 每次时间一到 就可以看到李明陆续拿着菜肴进来 近50道的菜色大家一起享用 边聊边吃一碗接一碗 一个人提供一道菜或两道菜出来 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互相切磋自己的厨艺 要么可以互相交流 你只要提供一道菜的话 你就可以品尝到50几道菜的料理的美味 这是第一个特色 第二个特色是我们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我们就是自备碗筷 第三个特色就是说 我们办这个共餐是希望我们的长辈都能够走出户外 来参加这个社区的这个社区的交流活动 一方面也让这个长辈的心情在 长辈在那个很愉快的心情再来用餐 贡献自己的拿手菜 想学的料理也能够马上请教 大兴里共餐不但有满满美味 再加上浓浓人情味 美味指数早已经远远超过五星级料理 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三步骤吗 我记得哦 趴下 掩护 稳住 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 这时要带着避难包 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 说到避难 全民防灾一点通 或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索及导印 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 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 你听过指差确认吗 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 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 应落时路口停让行人 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 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 另外大货车驾驶人 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 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 指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专注好的内容 让生活不再迷惘 善用网路 转出精彩人生 住屋看屋时 应注意屋外室热水器 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 如热水器装在室内 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 热水器或电热水器 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 查询合格陈庄业名册 委托陈庄业者进行安装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 使用热水器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 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 避免一氧发烂中毒的风险哦 苗栗县三亿乡以木雕文明 当地红土更成为陶鱼创作的最佳材料 陶鱼家裸尾爱上了三亿自然环境 居家从高雄到此地定居 利用红土原框淬炼成陶土素材 创作在十八国四百多件作品当中 脱颖而出 入选台湾国际金谷奖 艺术家不是都该从容自在漫条丝里的雕琢作品吗 而这位大师很不一样 竟然在自家后院挽起泥巴 弄得全身脏兮兮的 还自得其乐 主因这些来自苗栗三亿乡的红土 对于陶鱼创作者罗伟来说是珍宝 红土里面含有一些原框 所以我会加在陶土里面或幼药里面 然后烧制而成 然后就是去研究 然后本身我也做咖啡壶 也是在尝试用陶壶来冲咖啡 不爱读书还曾被算命师指出 无法好好工作 但碰到陶土 罗伟着迷了 他爱上创作 更利用三亿红土原框的树脂特性 淬炼出金虎架 算命先生说不适合做 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说不行就不行 就是叛逆吧 就会觉得我是想要做做看 不是你说怎样就怎样 那来三亿是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环境 它的氛围 跟它离北布拉市区都蛮近的 跟在南部是不一样的地理环境 陆选第九届台湾国际金虎奖能在十八个国家四百多件作品当中脱颖而出 从前算命师口中的起逃狼 以建议精神 罗伟早已蜕变成为专业的逃医家 圣诞节脚步逼近 台中各区清洁队透过创意装饰 点亮节庆氛围 利用回收的轮胎 保车品 以及足扫把等物品 打造独具特色的雪人与圣诞书 布置美化环境 更推广环保永续精神 让原本要丢弃的废物品 有了更多的可能 圣诞树雪人再配上红色的帽子 看到这些元素就知道圣诞节的脚步近了 而各区清洁队也大战伸手 打造属于节庆的特色角落 刚好有回收到大概三尺以上的圣诞树 全部都是回收 连那个吊式灯式都是回收的 我们估计大概有 大概一万多块 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兴奋 我们就想跟市民来分享 我们都希望说结合这个 这种节日的一个主题去做布置 所以布置过程中都是开心的 圣诞树上挂满灯饰 还有低碳生活推广永续的标语 连娃娃都穿上了圣诞老人的服饰 南屯区清洁队将民众回收的物品再利用 可爱又温馨的布置 连刀垃圾的民众都停下来拍照 而善用资源的清洁队不止这一处 镜头转到西屯区 队员们用工作用的竹萨把 也做出别具特色的圣诞树 还是要拿去扫地用的 我们透过扫地的竹苗 我们来运用作为树生 作为比较仿真的一个树生的状况 然后接下来我们将回收回来的宝特瓶 特别还挑选绿色的这个宝特瓶 然后在里面穿插的LED的造型灯 然后让晚上的时候会更明亮 那此外还很特别的这个部分是 我们平常在作业中的一些警示灯 我们把它穿插在树里面 也作为大型的一个吊丝 环保装饰还不止这些 北区清洁队用宝特瓶制的圣诞树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北屯队部用脚踏车材料 重制的迷路也散发出帅气的样子 清洁队发挥巧思 配合节庆 推广环保 经过看到这些就觉得用废弃物 做一个圣诞造型 我觉得蛮环保的啦 蛮有意义的 刚好符合这个季节 很漂亮 又很环保 民众们大赞有创意 而这些装饰不仅让圣诞节更热闹 也赋予废弃物品新生 创造更多可能 圣诞节快乐 来图书馆玩交换礼物 迎接圣诞节 桃园市立图书馆首次举办 不以帽取书的交换礼物活动 让民众以书本中的一句名言 决定抽选的书籍礼物 还可以收集阅读点数 好玩又实用 一座座雪人书堆 充满在图书馆的各个角落 藉由不同颜色的书本 打造出帽子等造型 桃园市图总管应景圣诞节 首度举办盲书交换礼物活动 把书本包装成一个个礼物 民众只能靠书内的一句名言 来选择书籍 把它借回家 然后看完之后啊 每一本里面呢 都会有一张神秘的小卡 那这个小卡呢 小卡呢 里面呢 就会有你阅读完这本书 应该得到的一个点数 那这个点数不限 最高点数打20点 秘书谢雪君表示 盲书活动的精神 是要让大家更关注书的内容 用文字去感受阅读的魅力 让大家依照关键词句来选取书籍 体验一份不以貌取书的惊喜 那同时这个书不是没有用途哦 我们最收来的书啊 在我们12月14、15 我们在艺文广场 有一个创意市集 结合了独立书店 还有各个文创的市集 然后我们又举办一个好书交换 那我们的读者只要捐一本书 就可以得到一个集点卡 全台最美图书馆出招 让图书馆不再只是沉闷的阅读场域 也可以很有过节的气息 将阅读活动与圣诞节串联 也希望能借此提升大众的阅读风气 冬天进入农田休耕期 新竹县关西镇高桥坑改种波斯局 粉白红花绽放 耀身变成了彩色花田 一旁粉紫色的仙草花海也盛开 搭配雪白芒草 交织梦幻景致 吸引不少外地游客来赏花 抢拍美照 花田内飘出淡淡花香 粉色红色白色花朵 点缀在田叶中相当抢眼 关西高桥坑种下波斯局 目前尽如盛开 有休耕就有撒 就有撒波斯局 有休耕 大概是两年一冬吧 撒进去它差不多一尺高的时候 就开始陆陆细细就开花 他们都是上网 上网看到 看到就会来这样 阳光洒下花朵朝气蓬勃 正一路上一甲多的绿色农田 披上彩色新衣 是农民趁休耕起栽种的成果 波斯局粉红花海瀑布 吸引不少外地游客特地来赏花 就是看网路很多人拍得很漂亮 然后我从台中过来 来这边看蛮多的 被那个网路里面看 好像还特别漂亮 不只波斯局 一旁还有农会种植的粉色仙草花 蜜蜂穿梭其中 还能看到雪白芒草 交致梦幻美景 我是每天都从这边经过 然后很喜欢看花 对然后今天的花特别漂亮 因为天空很蓝 波斯局啊 仙草花还有芦苇啊 就是以前我们讲的 寒蜂 对很漂亮 微风轻轻吹拂 画伴摇曳 农民细心营造 让荒芜农田变身成牌照打卡热点 不用出国也能沉浸仙境 画画世界 以上就今天的Tnews 电波网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芳暖 祝你一切身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